这段时间正是贵州紫云县火花镇的 三万多亩冰萃李采摘上市的时候 每天穿梭在果园里的商家络绎不绝 整个火花镇因冰萃李热闹了起来 在紫云县火花镇和洪村最大的冰萃李分减交易中心 每天都有四五十名工人忙着采摘分减和打包冰萃李 浙江嘉兴的客商徐龙生 已经连续在基地收购了十多天 徐龙生所说的高速是指彗星和紫旺两条高速公路 高速修通后解决了紫云当地冰萃李的运输问题 种植户周昌泰说 从上市至今他已采卖五匹冰萃李 目前已卖出二十多万斤 现在价钱是十块 全这批个是卖五块 每天在里面都有二三十个工人在这 冰萃李热销 受益的不仅是种植户 许多村民也变成了专业的果园工人 村民许兴忠以前常年在外务工 现在他全年在果园上班 不仅能照看家人 又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自从中期的女子产出小业 我们都是在家那女子 一定有三十倍收入 据了解冰萃李已经成为紫云 推动农业现代化 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支柱产业 预计今年冰萃李总产量将达2000万斤以上